今天台北市有宣布5月23号起才远距教学 而新北市则是暂时不跟进 他们希望是各校自己决定 然而各地停课情况标准不一 那么家长也对于停课抱持两派看法 而进而也带动了停课议题的讨论度 根据网路的民调 我们就要来看看了 停课议题声量最高峰是出现在5月7号 当天终于部有特别宣布说 国高中班级若出现确诊者 那么就要全班停课 而第二次讨论度的高峰是在5月16号 林毅捷在脸书上批评停课的政策 第三次的高峰是落在昨天 因为政府有特别宣布 台北市的国小到高中5月23号到5月27号 要采远距教学 相比之下近一个月内的停课讨论相关 就已经足足增长了24% 那么停课这件事情 台北市就先宣布嘛 下礼拜一高中以下是要停止这个实体上课 必须要远距教学 而高雄市本来要停课三天延长到一个礼拜 就连台中桃园也都同步跟进了 可是像这样子一下停课一下复课一下停课 让家长真的很困扰 那么孩子呢宅在家里头 到底有没有认真上课 到底谁可以来顾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中四上午台中市家长照常上孩子去上课 星系台中到底要不要跟进台北停课一周 躲疫情红风 没料到下午市府重大宣布 台中市国小国中高中的学校 从5月23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一 到5月27号 下个礼拜五 暂停实体课程 有专家坦言确诊曲线将出现黄金交叉 也就是中南部确诊数很快会超过北北基桃 台北市强先宣布实施远距教学一周 台中跟桃园同步跟进 双型家庭只剩三天可以准备 万一孩子在家无后援可以照顾 还是有办法解决 家里面没有办法照顾孩子的 那他可以把学生送到学校来 那各班的老师会照顾学生 高中以下校园才远距上课 考验家长及老师智慧 但来到高雄市原本只停三天 下午也加码到一个礼拜 蛮困扰的 自己还有工作要上班 然后这样子就没有办法上班 反复停课复课 停课复课反而觉得这样比较不好 比较容易影响学生 国中校反复停课复课 陷入无限轮回 孩子谁来照顾 上班家长得临时请假安排 躲疫情红风 搞得学校家庭一团乱 记者台中高雄综合报道 好 确诊不仅身体不舒服 心也很累 在重大就有一名男大生 他确诊了 他写下了确诊日记 发病时有发烧喉咙痛 打1999跟卫生所都没有打通 到了第三天 终于可以视讯诊疗 而靠着医生帮他送药 房东来送物资 而系办公读生帮他领防疫包 他说最大的感触就是 如果你在这个确诊的时候 一个朋友都没有 那么真的不要确诊比较好 通年记录刷诊牌 不是卫生所就是1999 全都是打爆没人接 不然就是盲线中 确诊的陈大生好孤单 都没有接的话 我会打给我的同学 我觉得我会先问一下我的情友 惨就惨在陈大这名男大生没朋友 自己去医院快筛 PCR结果还是扫QR Code才知道 他仔细想想自己住独立套房 严毙又没朋友 先找外送员补给 展开边缘人的居家自救 第二天症状来了 卫生所打不通 他吞了普拿藤跟自备安眠药 第三天视讯看诊 医师发现他没朋友 还亲自帮他送药 学校可能没有办法 在第一时间也给你资讯 可能先靠自己 系所他们就会 组成一个学生的团队去协助他 好不容易等到第四天 房东知道男大生确诊 送水送快筛 第五天向系班求救 终于拿到台南防疫包 但实在太寒酸 真的是没期待就没伤害 用电话来跟您做私讯诊疗 边缘人七天 男大生留下心得 就是还没做好与病毒共存 台南防疫包有够雷 电话永远打不进去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朋友 因为确诊实在不适合边缘人 当了确诊孤儿 感受好深刻 记得赖冠章台南报导 基隆一名妈妈产后五天快筛是阳性 结果诊所呢居然连夜改人 让他把这个新生宝宝一起带离开 他老公就很生气啊 说诊所很夸张 是要逼着宝宝跟他们夫妻一起确诊吗 且产前明明是阴性 怀疑是院内感染 基隆一名爸爸在网上po文 老婆12号生完小孩住进妇产科诊所 原本快筛都是阴性 17号却突然呈性阳性 院方竟要把母子两人赶出诊所 这名爸爸纳闷 老婆这五天很少出门 到底是在哪干烂的 没想到医师拿出手机画面 表示护理人员快筛都是阴性 人朋友怒批 感觉想撇除是他们造成的问题 还说院方要求我们把宝宝一起带走 事实上诊所 擅自赶母子两出院已经违法 医院里面有一条 医院不能够拒绝病人 他要尽他的能力做最好的处置 也就是说医院不能随意赶走病患 必须安排到隔离院所 你如果方便待会需要给亚 你不方便待会需要在这边照顾 小朋友的部分我们是没有 所以他现在小朋友还在我们院里 远坡感慨 老婆确诊又挂念诊所的宝宝 身心备受煎熬 接着朱丁龙 王一德 基隆报道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投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